端午将至一场热闹非凡的龙舟赛 在山东省东营市龙溪湖展开 炎黄九省区以及山东省内的28只队伍 近500多名选手参加 其中不少外国友人也参与其中 体验中国传统民宿 伴随着响亮的鸣笛 一搜搜龙舟飞驰如箭 批拨前行 岸上观众们掌声欢呼声 气氛热烈 龙舟赛还圈粉了不少外国友人 在趣味龙舟赛中 这支由12名外国留学生组成的队伍 格外引人注意 只见他们伴着铿锵有力 节奏明快的鼓声 整齐画一地挥舞传讲 构成了龙七湖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船龙舟 花船很重要节奏 你要看那个桥谷 要团结 要默契 湖上赛龙舟岸上 哀草 香囊 画扇面 草柳边 等传统民俗展示 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大家感受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也体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体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 华传统文化的独特